多位巴西和巴拿马政要日前表示 愿与中国共同努力 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 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巴西议会应对新冠病毒危机委员会协调人 联邦众议员梅洛 日前在与我驻巴西大使的视频会议上 积极评价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还表示 中国为支持巴西抗击疫情 提供了大量援助 分享了宝贵诊疗经验 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抗疫合作 梅洛还说 巴西议会高度重视发展巴中关系 深化对华务实合作 对巴西提振疫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巴拿马外长费雷尔表示 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 向巴方提供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 中国向巴拿马捐助抗疫物资 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情同手足的友好情意 彰显了中国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巴方愿同中方一道 继续加强防疫等多领域国际合作 同心协力 共克时间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